观众来关心到 目前凯米台风已经逐渐远离台湾本岛了 不过预估它在最快是今天晚上就会解除路径 目前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 来听气象署最新说明 目前台风的位置是在马祖南方的近海 未来会持续的往中国福建的沿海移动 我们预计它大概在今天的入夜之后 就会逐渐的登陆福建 而这一段时间也开始是这个台风影响金门跟马祖最大的时候 要提醒当地的民众要留意强风以及豪雨 而同样的虽然台风正在远离台湾的过程 但是整个台风的暴风圈其实还是涵盖了大部分的台湾地区 而且我们从云土上更可以看到台风的南侧 伴随着旺盛的对流云气发展 因此今天中部跟南部的降雨还是会相当剧烈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时间台风中心已经来到台湾海峡 而台风的外围的雨带则是顺着西南风 逐渐的由海面上移到陆地上 那过去这一段时间在中午的前后呢 有比较明显的强对流是进入到高雄跟屏東地区 为当地带来非常明显的短言式强降雨 而过去这几个小时整个对流发展的区域呢 有稍微往北移动到台南这个地方 因此也对台南以及高雄的山区 在过去几个小时也是有出现湿雨量 超过80毫米的湿雨量 我们预计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 这样子强对流发展的区域 可能会逐渐的往中部地区 包括澎湖扩展过来 所以在今天白天这一段时间 还是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短言式强降雨出现 而根据雨量预报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白天在西半部 尤其在中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剧烈 我们预计在嘉义以南地区 还有包括了台中南投的山区 还有云林的山区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发生 其他邻近的地区也不排除会有些豪雨 甚至是局部大豪雨等级的降雨 而这样子的降雨到陆夜 整体来说会逐渐的趋缓 但是由于西南风还是相当的强 所以迎风面在南部的山区 中部的山区 雨势上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整体的降雨到26号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但是还是会有些大雨 豪雨发生的可能在中南部地区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未来 今天的这段时间的话 还是要留意整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 另外是在金门跟马祖的部分 随着台风逐步的靠近 一直到今天的陆夜 这边的降雨跟风势也会有明显增强的现象 我们预计到了明天清晨以前 金门跟马祖的风雨是比较明显的 这部分要提醒大家留意 所以最后各分区的重点 带大家整理一下 新竹以南在今天还是要留意比较剧烈的降雨 沿海我们还是持续观测到10到11级的阵风 所以在风的部分 你要特别注意 台东跟澎湖也会连带的受到影响 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出现 另外金门马祖 接下来开始进入这个台风影响最大的时候 而其他地方也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风 跟界限性的大雨 因此台风虽然已经逐渐地在远离台湾的地区 但是它的暴风圈还是在影响我们 所以在这段时间还是要多留意台风的消息 做好方法准备提高警觉 以上是今天下午的台风动态说明 请问你有问题吗 你好 想请问一下 台风它移动的速度是否有变慢 然后南部地区是否有出现雷雨 这两个因素是不是也会加剧 南部的一个出现极限水的状况 谢谢 好 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 其实台风在进入海峡之后 还是有一些路径摆荡的现象 所以假如观察过去这一段时间 台风在台湾海 尤其是台风中心在海峡上移动的情形 我们还是观察到过去这几个小时 它有一些摆荡的现象 那也因为它在这边稍微停留了一段时间 所以对于中部跟南部整体的雨量上 影响时间就稍微拉长了 的部分 那另外在台风附近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蛮大的低压带 所以整体的环境都相当的不稳定 因此在南部啊 中部地区 其实这边都是有比较明显的雷雨 或者是比较强的对流系统发生起来 那这当中当然也带来了相当的短延时的强降雨 也为当地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 想请教一下日报委员 就是有哪一些县市可能会在明天也达到雨量的标准 有可能会放台风降 好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要在额外做研判实际数值的部分 那整体的降雨趋势的话 到今天晚上会有一些缓和的情形 但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还有包括金门跟马祖 可能雨势上还是比较明显一点 那到了明天白天 整体来说在中部跟南部 大概是局部性大雨或好雨 那这些降雨量 有没有可能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的话 这部分的话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观察 因为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存在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这一次凯米台风它的路径是不是还蛮特殊的 就有看到包含了国外的专家学者或是CNN 他们都有讲到说 它是在台湾的附近 好像是弹珠或是乒乓球一样 就是来回的摆盪 然后加上它登陆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的路径 他们都说非常的惊人 是不是怎么一回事 好 台风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因为导引气流逐渐的减弱 所以它的速度也逐渐的放慢 那放慢了之后 其实台风在行进的时候 本身就会有一些些摆盪的现象 那这样子的摆盪现象 在台风本身行进速度比较慢的时候 就会比较明显 那在接近陆地的时候 同样因为导引气流很慢 所以它某种程度 让台风跟地形之间交互作用产生的路径偏则 也变得比较明显 那过去其实也有一些台风 在接近台湾的时候 其实路径在接近地形的时候 也有摆盪甚至也有打转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的摆盪 对于台风的摆盪 那边有点减弱的现象 那边有点减弱的现象